Fall in love I can't forget you baby Maybe I ain't fall in love I can't forget you baby Maybe I can't forget you baby I can't wait till I stop I can't just feel like they are girdled You should be patient I can not do that I can't wait till I stop 它永不过淹 developmental I can't seem to do that I can't dwell I can Tok Talk I can't feel good Aub I can't lose i can't lose I can't fire I can'tİ I can't love I can't have 大概35多的天气 整个膜皮下我拉毛 而且是非常哑望状态 非常适合我今天外拍要出一整天汗 脖子上一点润色的防晒 其实MECA稍微有一点颜色的 它防晒其实是SPS50加 但我觉得它涂身体稍微有奢侈 我一定要把脸上的泡泡喝喝都给填起来 这一步我们尽量避免一些非常亮的高光 当你的高光在你脸上充斥太多的时候 那种重力感出来了 OK 我们再来定一个妆 那么是酷泻的一个粉底 很鲜横 越模一样 观察浅调性女精 你会发现它们的眉形可别偏阴气 我们这一步呢就在自己眉毛基础上 然后稍微画粗一点 整个眉形呈现感觉呢 是阴气又干净的状态 下颗线呢 我们只强调出来 全部呢 我们只要鱼粉去轻轻的压过 有一种自然的销售感就OK 眼影的颜色可以选择 非常适合亚洲的灰粉色 灰棕色 稍微带一点灰调 更贴近肤色的这些颜色 用蜘色的低薄红度的铜色系 来代替我们内眼线的颜色 一点点小细色 一定要非常非常少量 来提升我们的眼妆质感 这种妆容的睫毛 其实大部分女孩子刷一样就可以 但是呢 因为本人的睫毛太短 所以我们来贴一个 比较像自己睫毛的 纯洁的46号 这个睫毛贴出来是那种根根封面的感觉 这种类型妆非常不推荐 大家去贴那种仙子毛啊 或者漫画毛 太多层色的角度 会让睫毛看起来不大气 三红在彩妆中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角色 它打的面中可以缩短你中庭 增加你的可爱感 同时它可以充当修容 同时它又可以增加你的英气 整个妆容的色系 选择任何都是低薄糊度的 这是一个偏裸粉色的颜色 是有点靠近脸妆的颜色的 尽量避开面中 让它尽少的呈现可爱的感觉 更希望它呆在颧骨的位置 增加一点气色和气场的感觉 选妆我们依然选择一个低薄糊度的颜色 我选择和眼影色系差不多的 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灰粉色 这个女明星有个共性 就是她们不会把妆容搞得很精致 就会有一种那种随性的美的感觉 所以我们把颜色塑上去之后呢 在嘴边稍微阴染一下 这种清冷感妆 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 人工感非常大的大颗粒 然后我们选用这种 非常细腻的小高光 这种高光它会存在感更弱 但是你凑近看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女生非常的细腻 有质感 近距离靠线的时候 有种DNA动了的感觉 咱们今天整个妆到重脸 都会围绕五个大色 较低人工感 在发型的选择上呢 可以选择自然的深发色 比如说茶色 或者像我头上见的这种 偏中型的风色 能够让我们的头发质感 看起来相对好一点 也会能够更加提高 我们清冷气质 无论你是卷发还是直发 到有一种宣威宣威的凌乱感 就是裴姐的节拍 是经常一下折或怎么样 闪闹闹打脸上 宣威凌乱的发质 让整个人氛围感十足 并且有一种清清冷冷的感觉 卷发呢也是同理 切记太过整齐 我觉得浅调是这种风格 简直是为我这种 在生活中非常的 一句小贼人 而打造的 然后你只要保持头发清洁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这种 稍微有点空气感 稍微有点凌乱感的状态 或者说一个这样子的半衣麻味 这种风格咱们就可以称为 越是漫不经心 越是吊人无形 衣服对风格的加乘 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想走浅调是风格女生 在第一次选择上 尽量选择冷色性 或唇色性 我今天是准备了两件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件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纯白色的角色带 它整个感觉是那种有垂感 并且亮感很新的 就是一个基础款 浅色我还准备了一件 就是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冷色性的选择 所以这个颜色会更加适合夏天 这个颜色真的含醋吸粉 其实上升之后 你会带冷色 其实它产生疏离感 是冬的微尿 然后我今天只是提供一个服装素质 大家可以随便拉它在衣柜里 浅色或冷色的小选择 把它安排一下 OK 现在妆告结束之后呢 一定要跟大家秀一下 我的开家本领啊 毕竟池姐上次拍照照 我们现在已经到拍摄的地方 今天风好大 然后我们需要的道具呢 就是一个小车车 还有一堆就是我新买的手机 简单系装呢 拍照面部表情秘诀 就是从内到外的自信感 就是全天它本领子最美的感觉 和对万事状态不屑的 书里面的面色 心里面不要有太多复杂的心理活动 你是谁心中派我 拍照的时候呢 需要善用车上的脚步 作为身体的支撑点 当你身体支撑起来 你会发现人质疑点 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你的腿你都不随便你怎么放 只要你肢体呈现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那呈现照片就是非常轻松的感觉 同时呢我们要利用氛围感的单品 来营造调集感 它可以是我们随身携带手机 或者是我们手里的咖啡等 任何可以作为拍照的面部前景 和互动小道具 这样子拍出来的照片呢 不会太过于死板 同时呢我们可以随意的自然的 做动作来抓拍 而是定格摆拍 只能是这种放松的随性的状态 正途姐妹们一定要学起来 因为它非常适合夏天 它整个呈现的是那种非常冷调的 很具有清凉感的低饱和的颜色 我把参数棒子里 大家可以截屏留存 说完了外再 我们来说一下浅调风 这个风格它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 上高度的姐妹们注意听讲 一般清冷感的调集美女 它给别人留下的感觉 是那种很顾气很不care的感觉 女明星们为什么能够在很多摄像机上 能够呈现出这种非常自然的顾气的状态呢 是因为她们足够的自信 浅调性这种风格 我觉得之所以值得女生借钱 是因为这个状态它是充斥对自我的认可 就是找到并且认可自己的魅力点 它会让你变得更加有魅力 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浅调 相比到这两年流行的唇欲或者调集来说 浅调风它更像女孩子自己的独立和自信带来的魅力 是不端着不扭捏 能够勇敢做自己的法国 也是每个女生特点的颜色 所以浅调气它不是一个具体风格 也没有一个具体公式 每个女生都可以通过自己自身的魅力点 找到适合自己的浅调风 那我今天放出来的这些女明星 大家可以评评是不是 是我说的这些点 今天还没上到她一样 其实是有点非常努力的是不是 OK 我们下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